各位学员武安,欢迎参加行天工精神医学修复身体关系超越疼痛困境直播讲座 今天的讲师杨卓奇医师是疼痛专科组织医师致力于推动慢性疼痛的自愈及整合照护 据估计台湾每五人有一人受长期疼痛所困扰 虽然疼痛不会立即危及生命,却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 今天杨卓奇医师将分享在疼痛门诊中诊友们如何摆脱长期疼痛的真实案例 也会分享膝盖保健及食疗疼痛的方法 帮助大家学习从生活中培养自己的抗痛体质 逐渐远离疼痛之苦 欢迎大家把握聆听 如果你有想与杨卓奇医师交流的想法或是想要请教的问题 欢迎在YouTube直播聊天室留言 在演讲最后如果还有时间 我们会请杨卓奇医师现场回应 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讲师 欢迎杨卓奇医师 各位线上的学员们大家好 我是疼痛科医师杨卓奇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受到 行天宫问信书院的邀约 来这边跟各位学员们分享 一些在疼痛诊疗上面的一些心得 那希望就是这些经验跟知识对于大家的自我照护来讲 会有所帮助 那今天的讲座会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主题是超越身躯体牢笼的禁锢 修复你跟身体的关系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跟生活中的饮食自我照护有关 我们会以膝盖这个区域作为主轴 那透过膝盖保健的部分去切入到如何从饮食上面去帮助自己打造一个抗痛体质 好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部分开始 如何超越躯体牢笼的禁锢 修复你和身体的关系 并且超脱疼痛的困境 最开始呢 我想还是稍微简短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那让大家知道说 我跟今天这个主题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脉络 带我来这边跟大家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那我是疼痛科的医师杨卓奇 那我在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呢 就进到了马街纪念医院去做疼痛科跟麻醉科的训练 并且在那边担任主治医师 那现在呢 我已经离开医学中心的体系 进到联新国际诊所 在就是等于是地区的诊所 就从事医疗的服务 那在这个大概十年的门诊期间 我提供的诊疗人次是超过一万五千人 那因为对于疼痛这个主题真的非常好奇 所以呢 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翻译了一本叫做《释放疼痛》的书 并且呢 在去年的时候有创作了一个有声书 这个部分是跟靖好听一起创作的 那这本书的主题也跟疼痛有关 就叫做《疼痛教我们的事》 所以这些经历 它其实都跟围绕在这个疼痛 这个主轴上面 那我知道 行天公问新出院的置业之一是 终身学习无限美好 可见我们今天 各位学员们 来到这个场域里面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这里学习 那同时我也是一个 还算务实的人 所以对我来讲 我希望学习 它不只是我们听到东西 然后知道一些知识 我更希望的是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学习 带来改变 那把这个改变带回到生活之中 运用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来超越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境 并且解决我们在生活中 实际上遇到的问题 所以简单来说 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这边 在这个大家一起在这里 我们是一起来学习 并且一起来创造改变的 说到学习跟改变 我在疼痛门诊里面 其实是有观察到一些疼友 他们也在他们自身面对疼痛的过程里面 学习如何和自己的身体来相处 那慢慢的甚至改变到自己跟身体的关系 那渐渐的透过这样子的学习跟改变 解决了常年的疼痛困扰 透过这些疼友们的分享 其实让我对于身体关系的这个主题 有更深入的认识 所以在讲座的开始 我也希望就是先分享一下 这些疼友们的故事 那透过这样子的分享 来向他们表达我对他们的尊敬和感谢 所以接下来就为大家带来一些 这个在疼痛门诊里面 所看到的改变的故事 第一个身体关系改变的故事 是一位汪小姐 年约大概60岁左右 那这个年龄呢 其实差不多快要到了退休的年纪 那王小姐也是 就是她在刚退休没多久之后 她的身体却出现了下背痛这样子的困扰 那所以如果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站在王小姐的角度来看 她好不容易辛苦工作了一辈子 为家庭付出这么长的时间 终于到了一个可以退休休息的时候了 但是当她正开始要准备 要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 她的身体却好像就是有一点从中做梗 好像不让她去可以好好放松休息 然后去享受这样子 那在这样子的心境之下 其实难免就是她会觉得说 有一点这个对身体有一点怨对 会觉得说你怎么就是这样对我 所以其实我们在门诊诊疗的过程里面 我大概就可以隐约的感觉出 就是王小姐有这样子的心情 就是她对身体有一点不满 然后有一点怨对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就是一边检查 一边做治疗 有一次我在帮她做注射治疗的时候 她又提到说她对身体这个 就是从中做梗的感到困扰 然后不太满意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那那次刚好我也有一个灵感出现 我就跟她说 不过其实你的身体也满体谅你的耶 然后她听到就想说 蛤 体谅怎么可能 就是她让我这么痛 怎么可能说是身体体谅我呢 我就稍微再多做一点解释 就是说你想想看 你以前在很忙着要工作 要照顾家庭的时候 你身体知道说你的时间 没有办法太多分配来照顾她 所以她就是尽量的配合你 然后让你可以去付出去努力这样子 那现在好不容易到你有空有时间了 那你的身体也希望她获得你的一些照顾 所以她是等于是登登登登等 等到了这个时候才来跟你说 我看你现在好像比较有空了 可不可以就是分一点时间来照顾我这样子 那这样子身体其实换个角度来看 是不是也还算是有点是体谅的呢 然后王小姐听了以后就是 有点就是陷入沉思安静 好像有点在思考说是这样吗 结果那一次门诊当然就是 我们就是差不多在这个治疗完就结束 然后也没有说直接在那一次的门诊里面 就有一个什么下一步的结论 但是在两个礼拜之后王小姐又回来 她一进整间我的感 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觉得她的整个气场 或说她的感觉有一点不一样了 但我还说不上来是为什么 那等到我们坐下来之后王小姐就说 其实她上次听完我说的话回去之后有想了一下 然后她觉得说好像是有一点道理 的确是这样 所以她改变了她跟身体的关系 她开始跟她的身体说谢谢 开始跟她的身体说不好意思 就是她等于是跟身体说不好意思 我前面可能都很忙 没有办法多拨出时间来照顾你 那也谢谢你愿意等我 等到我退休了有时间了 然后你才就是请我帮忙这样子 那她说当她开始跟身体说不好意思 开始跟身体说谢谢的时候 她的身体的不舒服的困扰的程度 就开始慢慢安定下来 不是说完全不痛 但是那种就是让人很心烦烦躁的感觉 渐渐的就淡掉了 然后她也可以开始比较安定的去做一些身体的学习 那时候她正在做有点像是皮拉提斯这种红绳的一些身体训练的学习 她就能够比较安定的在这个学习的历程里面去跟身体一起合作 然后大概再过了又过了一两次的治疗 其实王小姐就差不多毕业了 她就跟我说她觉得她的身体好的程度已经蛮多的 接下来她应该可以跟她的身体一起合作 然后继续去让就是身体的状况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稳定 所以她就从我的门诊里面毕业了 那她的故事其实我觉得蛮感动的 因为其实她从退休之后来到我的门诊大概也好几个月 所以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介于雅极性跟慢性疼痛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长度里面的状态 那说实在这种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也真的会需要多管齐下 那我觉得我很佩服王小姐的事情是 她其实一个转念 然后就改变了她跟身体的关系 那她跟身体的关系一改变之后 整个就是合作的这种态度跟方向就出来 然后就创造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结局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从一开始对身体的怨对 然后发展到谅解彼此谅解 然后最后到合作的一个历程 那第二个跟身体改变有关的故事是这样子的 这是胡小姐大概七十多岁左右 身体长期有多数疼痛已经至少一年以上了 那她除了这个疼痛以外 她其实很害怕自己的动作错误受伤 她总觉得是因为自己动作没有做对 所以伤到身体 所以身体才会多数疼痛这样子 那其实面对这样子的不安跟没有信心 她是完全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底怎么了 处在一个非常困惑的状态之下 这个困惑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我们后来引导她去做一些身体动作的学习 那在刚开始上课的时候 她甚至还会跟老师说 她会提出问题会问老师说 老师我下楼梯的时候 到底应该要左脚先下还是右脚先下 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大部分的人第一次听到 都会觉得说 左脚先下还是右脚先下有差吗 或是说应该都可以吧 或是觉得就试试看啊有什么关系 对可是即使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应该还好吧 可是王小姐却是非常的就是 胡小姐却是非常的担心 然后深怕自己踏错脚 然后身体就会受伤这样子 那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 其实大家也可以就是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处在胡小姐的心境里面 那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担忧跟害怕 跟一整天都提心吊胆 随时都像惊弓之鸟一样 这么的辛苦跟费心 那后来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当然还是帮他做了详细的检查 那发现到他的身体其实基本上 结构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一点点的轻微的退化劳损 那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一些历程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跟自己的身体实在是太陌生了 他实在是太不知道如何 就是跟自己的身体相处 然后合作跟运用这一个躯体 所以我们后来就引导他进到 身心动作教育的学习 那在这个学习的历程里面 他就跟着老师然后一次一次的 然后慢慢的发展他的动作的方式 然后他跟身体的信心慢慢的建立 那终于他跟身体从原本的这种 不知道左脚右脚哪一脚要先下的陌生 慢慢到他跟身体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有信心他跟身体 可以一起去完成一些事情 所以大概在他进入到课程学习 几个月之后他可以去踏青 然后去走有一点阶梯的山 就是山里面的步道 那即使是这样他还是觉得 我做得到很OK 所以在这个身体关系改变的历程里面 我们看到胡小姐他从一开始的精工之鸟 到后面慢慢的发展出自信跟自在 那我也看到说他透过运用身体来学习 而变得对自己越来越稳定 越来越安定 然后同时也越来越有自信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第二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身体关系改变的故事 那在这几年呢 其实我也发现到很多人也慢慢的在探讨说 就是自我身体关系这个主题 举例来说像我在昨天我就偶然听到 有一个Podcaster叫做刘轩 那他主要是跟心理健康有关的这个主题的Podcast 那他在其中的一集播客里面 就是跟来宾柯佩儒 讨论到食疗还有自我身体关系 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们有谈到说 我们跟身体好像就是 我们本来就在这个世界上一起去体验 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一起去完成一些事情 那应该是就是一个伙伴关系 可是呢有一些人他一旦遇到身体生病 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 好像一瞬间身体就变成了我们的敌人一样 那就是这个对比 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强烈了 那就好像是说 比如说有一点像这样子的感觉 我自己的感受是 好像一个学生他只能考100分 他只要错一题99分 他就不是一个好学生 他就不是一个值得老师关爱 或者是值得父母去疼爱或认可的一个小孩一样 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身体关系之下 身体它有一点变成像是一个工具人一样 就是好像你只有好好的时候 才有一个利用的价值 那一旦你出现一点什么问题 就是你身体就得要面对就是批评跟不满 然后甚至是愤怒之类的 其实是很心酸的一个关系状态 那但是我也很 我觉得也很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在探讨身体关系这个主咒 所以我相信这个身体关系 并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观察到这样子的现象 一定也是同时有很多各方面的专家 都有观察到这个主题跟这个现象 所以才开始切入进行讨论这样子 所以我也很开心就是透过这个机会把我平常在门诊里面 所看到的 所学到的 那透过这样子线上讲座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我平常在门诊里面 其实跟每个人互动的时间都很有限 不太可能说很完整的去把身体关系这件事情 带入到门诊的互动里面 但是透过这样子线上讲座的方式 就可以跟学员们去进一步的去说明 然后可以讲故事 然后可以讲概念这样子 好 那我们常见的跟身体的关系有哪一些呢 第一个很常见的跟身体的关系就是浑然不觉 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 或者是还没有意识到说 我跟我的身体需要建立关系 所以有的人可能在刚开始听到身体关系这个主题的时候 他可能会想到 为什么我需要跟我的身体来建立关系 身体不就是一个须壳而已吗 他不就是让我可以用的一个工具而已吗 那跟这个工具我需要建立什么关系呢 也许有些人会是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们也听过非常多有趣的故事 举例来说我们可能听到有些人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 他会提到一个经历 他会说我不知道怎么讲 可是我就是觉得怪怪的 对 所以后来他可能就没有做这个决定 那事实后来最后也证明说他当初没有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因为可能后来就是也许是可能是投资失利啊 或者是说买了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房子之类的 可能不太OK还是不要好了 他不是用语言的方式 就是一种God feeling 就是一种身体感觉 所以可见 这个例子因为真的太常见了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强烈的说明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其实在我们的意识能够触及到的范围之外 还有一些智慧存在 那这个智慧是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 所以如果我们跟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建立连结 建立关系的话 这一块的智慧可能也许我们就用不到 那就可惜了 对 好 所以浑然不觉是其中一种我们跟身体的关系 就是还没有意识到要有关系之前的一个状态 那下一个很常见的 特别是在生病或者是疼痛的状况之下 常常都会看到是一个指责的关系 也就是说可能在不舒服 人在不舒服的时候 很容易会把这个不舒服的责任全部都推给身体 所以可能会有点像指着身体的鼻子说 都是你的错 都是因为你 所以让我觉得不舒服 这样子 对 那这种指责也是其中一种身体关系的形式 老实说门诊也还蛮常见的 那第三个关系是聚闭 聚闭就是害怕跟逃避的意思 那这个例子就有点像刚才我们所提到胡小姐的例子 她可能会觉得说身体好恐怖喔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跟这样子的身体相处 所以当她面对到这个身体的时候 有一个很强烈的不安全感 或甚至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那这种不安全感就是本能的驱使她跟身体保持距离 然后尽量的就是不要去 就是去躲避那些身体所来的感受 那当这个躲避发展到某一个程度 就会进展到隔离 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就是 当她觉得这些身体感觉实在是让她难以承受的时候 她可能就会选择把所有的身体感觉都关掉 就是等于是说她想她的 心脑子里面想脑子里面的事情 心里面的事情 然后完全不接收身体来的所有讯号 所以如果遇到这样子的诊友 我问她说比如说我把手放在她的脚上去做检查的时候 问她说你的身体你的脚现在感觉到什么 她可能就会告诉我说我不知道 或者是说我没有感觉 那就好像这一个人她的心智活在一个透明 甚至是一个不存在的身体里面 好像飘在半空中一样这样子 所以这个隔离跟身体的关系是隔离的也是一种关系 还有一种关系是强迫 这个强迫的意思就是说 心智上好像觉得身体的感觉都不重要 只有头脑里面的想法才是就是重要 或者是才是需要被关照的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的个案她就会是不管身体的感觉是什么 她都会强迫身体去做她头脑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比如说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有一些很虔诚的信徒 她可能会觉得说我应该要每一天都要做一千次的一个跪拜礼 所以不管她的膝盖跟脚踝跟她的髋关节 已经发出怎么样子的不舒服的程度 已经在呐喊说拜托调整一下拜托改变一下 她还是很坚持就说不行 我一天一定要做一千个跪拜礼 然后不管这些身体的不舒服怎么样去呐喊 她就是不愿意为此做调整这样子 所以这种强迫身体去做头脑应该做的事情 也是一种身体的关系 还有一种身体关系是比较偏向嫌弃的 就是说她可能会对身体设定一个期望 觉得说我应该要做到什么程度 应该要能够怎么样子 但是一旦身体的不舒服 让她没有办法去满足这个期望的时候 她可能就会对身体觉得说你不够好 你不中用 然后就是有一种介于嫌弃 或者是到批判两者之间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所以嫌弃身体不中用也是一种跟身体的关系 所以我们刚刚举了六个例子 从浑然不觉 指责 拒毙 隔离 强迫到嫌弃 都是蛮常在门诊里面会遇到的身体关系 那不过听起来其实都有一点不太好 就是这个关系有一点不太舒服 那除了这些关系以外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或者是说我们跟身体的关系有可能有正确答案吗 或者是说有需要有正确答案吗 其实我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跟身体的关系也许不见得真的要有所谓的正确答案 甚至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可能会有不同的最适合的关系 但是如果回到超越疼痛困境的这个脉络上面来讲的话 我的确有观察到有一种关系是最容易带着我们去克服疼痛的 什么样子的关系呢 这个没有什么医学实证啦 这个完全就是在门诊里面疼痛诊友教我的发现 他们教我的事情是如果我们的身体 如果我们跟我们的身体可以发展出一种尊重合作的态度的话 那最容易可以克服疼痛的困难 然后超越这样子的一个躯体困境 好 所以根据成功者的经验 好 根据过来人的经验 我们怎么样去跟身体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呢 跟身体建立良好的关系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合作尊重 那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是信任 信任也很重要 那跟信任这件事情要发展出心智跟身体的互相信任 最重要的要靠的是行动 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我说你要相信我 或者是说我说我要相信你 这个关系就建立起来 而是要透过我们去真的去行动 做了事情之后 在这个历程里面慢慢发展出信任 简单来说用说的不如用做的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 有一些人会用口头上讲的很漂亮 就是说相信我 我绝对没有要骗你 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大概十之八九都是诈骗集团 所以相信我 我绝对没有要骗大家 各位听到这个就觉得怪怪的 好 不要用说的 我们用做的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六个我们可以采取的行动 还有四个我们可以在这个行动中所带有的 心念跟一个态度 透过这样子六个行动四个态度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跟身体的关系 跟身体建立一个信任合作 然后相互尊重的一个关系 第一个做法是静态的倾听 所谓的倾听就是说 去单纯的听身体表达的讯息 那身体的表达的讯息大部分的时候 就是用身体的感受来传递 所以静态倾听它可以是 比如说就是只是安静的坐着 或者是安静的躺着 那在这样子的静态的状态之下 去把注意力放在身体各个部位 所发出来的一些讯号 那这些讯号不管它是正向舒服的 还是是负向难受的 我们都跟身体说 好 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你想要表达的事情 都先听下来这样子 所以倾听是发展关系 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好 那如果说有的人觉得静态倾听很困难 比如说身体的声音真的是太小声了 然后如果在静态倾听状态之下 真的听不清楚的话 那还有一个选择就是透过手疗来倾听 手疗的话它可以是 比如说有的人会去做一些按摩 或者是就是可能请一些手疗老师来帮你做身体的手疗 这些都OK 就是身体 手跟身体的接触 这样子的方式都OK 那这个透过手疗来倾听的关键 其实在于说手疗这个触碰它其实有点像是把这个身体的声音 透过扩音器去放大 所以如果原本身体的声音是小小声听不太清楚的 那手疗这样子的方式它可以把专注力放在身体的某个部位上 然后去把身体的声音放大到一个我们可以听见的音量 所以透过手疗的方式也是去倾听身体讯号的一种方法 那第三种的倾听是叫做动态倾听 有的人他可能真的安静的时候 或者是没有在动的时候 他很难去注意到身体的讯息 那没有关系 我们就从动作里面去倾听 那这个动态倾听呢 我非常推荐是如果身体经验比较少的人 可以用越慢越小范围的这种活动先开始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当如果我们以往没有倾听身体的习惯的时候 一开始要倾听的时候 身体会太兴奋 所以他会很多地方同时要说很多话 然后就是叽叽喳喳叽喳这样子 讲得很快有很多人在讲 那这个状况对于倾听者 对于我们要开始跟这个身体建立关系的时候 会觉得有点困扰就是说 他在说什么 或者说我到底要听谁的这样子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子的一个阻碍或者是困难 我们可以用一个很慢的一些练习来做动态的倾听 比如说像是无垢剧场的这个林立真老师 他就有一个很经典的练习是叫缓行的练习 缓行的练习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我们正常走路可能是也许是一秒钟走两步好了 那缓行的话他可能就是一步把它变成十秒钟 甚至二十秒钟 好像是一个慢动作非常慢的慢动作去走完这一步 所以在这个很慢的移动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有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脚踝 有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骨盆 有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肩膀 一个一个地方慢慢的去观照 然后跟他说 膝盖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或者是说跟脖子说 脖子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一个一个地方慢慢的听 那就可以比较一次一个人好好的慢慢说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倾听身体的表达 所以刚才前面有提到倾听身体的三种方式 静态、手疗跟动态 都是我们一开始去跟身体释出善意的方式 好那再来一个方法就是运用身体来学习 那我特别推荐就是说 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温和舒缓的活动 比如说像是这张照片里面的缠绕运动 就是一种相对来讲比较温和舒缓的活动 所以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 其实也可以用比较慢的一个步调 然后一个一个地方去听 比如说手肘、肩膀 这些地方我们的感受 身体的感受是什么 这样子 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个也是整友跟我分享的方式 叫做撰写疼痛日记 或撰写身体日记 什么意思呢 在撰写疼痛日记的时候 它是基本上具有点像是我们在观察一个 未知生物第一次看到的一个动物 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个哺乳类 我可能知道它应该是哺乳类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哪一种 我也不知道它的习性是什么 那就是对这个哺乳类的所有的行为来做观察 并且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在这个身体日记里面 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可以记下一些事实 客观的事实 比如说我今天我走了几分钟的步 走了几分钟的路 或者是我走了几步 或者是我昨天晚上的睡眠时间有多长 或是我昨天吃了什么 或者是我今天用了什么姿势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我今天做着工作 然后三个小时 这些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那这些记录都像是第一次观察自己的身体那样子 不带任何的假设就是很客观纯然记录下来 那所以有一些客观的事实的记录 然后最后再加上一个主观的记录 主观的记录是什么 主观的记录就是 当天或者是前一天的疼痛不舒服的分数有多少 比如说如果我的习惯是晚上睡觉之前 来做身体日记的话 那我就是会回顾在过去的这一天 白天醒着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程度 是在零分到十分之间的多少 零分是完全没有不舒服 十分是我能够想象最不舒服的程度 那在过去的这一天 平均假设是三分好了 我就记下来疼痛分数三分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记录 或许有的人就会找出一些这个节奏 比如说他可能会观察到 如果我的睡眠品质比较不好的时候 我的疼痛分数就会比较高 或者是他可能会观察到 如果我今天吃了比较多面包的话 疼痛分数就会比 第二天或是过几天之后 疼痛分数就会比较高 那这些观察其实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线索 可以回过头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在身体上 做什么样子的改变 比如说以刚才的例子来讲 我们的身体可能希望我们有好好的睡眠品质 足够的睡眠时间 或者是我们的身体可能希望我们不要吃太多的面包 或者是也许我们的身体希望我们多做一些活动 那观察这个日志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可以得出一些结论说 什么样子的行动对于你发展 你跟身体的关系来讲会有帮助 这个是身体日志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 下一个可以做的事情是对自己的身体表达肯定跟感谢 那这个表达方式其实没有特别局限是什么 但我知道蛮多人都会用一些自我按摩的方式 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就会在生活中用一些放松的精油 然后在晚上睡觉前的时候精油抹过自己的身体 然后胸口腹部 那有一些人喜欢做脸上或是眼睛或头皮的按摩 他可能就是躺在床上然后眼眶周围做一些按摩 那其实这些都是很好对身体表达肯定跟感谢的方式 我们可以一边做这样子的一个自我触碰或是按摩的时候 一边跟自己的身体说谢谢你跟我一起度过这一天 或者是说我观察到你最近有一些进步 如果有的话就真实的表达你的肯定这样子 即使只是一些很小的进步 比如说可能不管是说这个不舒服的时间变短一点点 或者是不舒服的程度下降一点点 即使只是只是这样子很微小的一个改变 都试着去对于这样子的进步对身体表达感谢这样子 好所以刚才提到的是一些做法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四个心法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采取前述行动的时候 带着什么样子的心念会有最好的效果 第一个心念是不批判对错 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是在倾听还是在学习 还是在表达还是在做日记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都先不对身体表达任何的批判 或者是去设定一个对或者是错 你身体这样子表现是对的 身体那样子表现是错的 都先不设定这样子的预设 那我们也不去批判说身体做的是好还是不好 单纯就只是肯定跟感谢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友善的态度的基础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放慢步调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刚才有在讲过 就是在倾听身体声音的时候 如果说是比较快速的步调 可能会让我们听不清楚 或是让身体没有机会表达 所以这个步调它可以是生活的节奏 也可以是动作的步调 比如说我们在生活上 可能就试着不要塞太多的事情 不要把自己塞得很满 留一些留白 然后让自己从今天这个事情 到下一个事情中间有一些疑郁 然后在过程中可以慢下来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节奏的放慢步调 那另外一个就是动作的放慢步调 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去做一些身体的学习 可能就先不做一些很快速的 比如说什么恰恰或是街舞这些 动作很快的学习 我们也许可以先回过头来做一些身体 比较慢动作的学习 那透过这样子的过程 让身体有一个好好可以表达的机会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一个认可的态度 那这个认可的态度它有一点积极的事情是说 你可以有一点像是在问身体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比如说也许我们在放慢步调的过程之中 我们就可以问身体说 那此时此刻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为你做的 那一开始这样自问自答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会觉得有点奇怪 就是说我干嘛跟自己自言自语 可是当你开始跟身体建立一些程度上的关系之后 有的时候你就会接受到身体的讯息 比如说有的时候身体可能会跟你说 我希望今天你吃清淡一点 那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体感觉出现的时候 就试着喂它 喂你的身体做这件事情 就可能一个清淡的汤 或者是一些比较清爽没有调味的 清爽然后少调味的一些原型食物 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回应看看 看看会发生什么 那又或者可能你会听到身体是说 我今天很想要泡个温泉 特别是这么冷的天气也是真的蛮适合的 那就顺着这个身体的溜 就去泡个温泉或者泡个热水澡 然后看看身体会有什么样子的回应 带着一点点小小的实验的态度 去问身体这个问题 然后看看身体会跟你说什么 还有一个心念就是循序渐进 也就是说我们在跟身体设定一些目标 或者是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是尽量不要太push 不要说我一下就要好像才刚学会爬 下一个就要会跑会跳会飞这样子 就是慢慢来慢慢来 不管你是做学习 不管你是做自我按摩 还是说不管你是做身体日记 其实都慢慢来不要在这个过程里面 好像又回过头来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这样子 好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一些做法 还有一些心念 那透过这些做法跟心念 其实最重要我们就要回来一件事情 就是改变你跟自身身体的关系 那我也相信就是不管是诊友告诉我的发现 或者是说现在大家越来越多人在探讨这个部分 改变自己跟身体的关系 其实会是你解开躯体禁锢 超越疼痛困境的一个开始 好上半段的分享大概就先到这边 在结束之前 上半段结束之前 稍微再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统整 那在这个上半场的讲座里面 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跟身体打好关系的做法跟心法 那有哪一些做法可以让我们跟自己的身体打好关系呢 那第一个是我们可以透过静态觉察来倾听身体的讯息 第二个是我们可以在手聊之中去倾听身体的表达 第三个是我们可以透过动作 在动作之中来倾听身体的感受 第四个我们可以跟身体一起运用身体来学习 他学习的不只是一个知识上的东西 而更多的是身体去经验一个学习的历程 第五个撰写疼痛日志 第六个对身体表达肯定跟感谢 这六个做法是你可以跟身体打好关系的入门 再下来四个心法跟身体打好关系 第一个不批判不批判所有来自身体的讯号 第二个步调放慢 不管是在生活上的节奏放慢 还有大家分享的如何透过改变跟自己身体的关系 来超越疼痛困境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小小的分享一下 刚才在前面自我介绍的时候有提到过 我去年跟静好听有一个著作是疼痛教我们的事 那在这个著作里面我们有介绍到 跟疼痛有关的各个不同的面向 包括从医疗端的 然后从自我照护端的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疼痛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大家就是去搜寻疼痛教我们的事 那透过这个完整的有声书 你可以更认识自己更认识疼痛 好 接下来我会用一点点时间切换简报 然后准备到我们进行到我们今天下半场 膝盖跟食疗的这个主题 好 在下半场开始之前我们先确认一下 目前在画面上已经有切换到膝盖不舒服的这个部分了 OK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今天下半场的分享 那各位学员们因为这是一个线上的讲座 那大家可以比如说有需要喝水 上厕所的就不用拘泥在画面前面 然后大家就自由自在的去上个厕所喝个水 那也不用担心说你中间会错过五分钟或是十分钟的主题 因为我们最后还是会有一个回放放在线上 然后让大家可以再就是去一个复习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下半场的主题 其实有很关键的一个部分是如何透过食疗来做疼痛的自我照护 那如果说单纯讲食疗自我照护 这件事情其实有点空泛 所以我后来决定我们从一个具体的问题 也就是膝盖疼痛不舒服的这个主軸去切入 在过往的讲座经验里面 其实我会注意到大概壮年之后 可能四十岁以上的族群就开始慢慢会有一些膝盖疼痛的困扰 所以在以往讲座的调查里面 大概膝盖不舒服会想要了解这个主题的人 基本上都是占一半以上 他大概就是在这个调查里面 第一名或第二名大家想要知道的主题 所以我们也从膝盖不舒服去切入到 因为膝盖不舒服的人其实也很常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 医师请问要吃什么东西才可以顾膝盖 所以其实在这个食疗的主题上面 透过膝盖来带入我想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门 但是我们不会这么快一下进到食疗的部分 我还是会就是跟大家简短介绍一下膝盖不舒服的一些成因 然后我们在这个治疗跟自我照护两端分别有哪些事情可以做 什么是膝盖问题的治本 什么是膝盖问题的治标 然后最后再带大家认识到怎么吃可以对膝盖最好 好 那我还是杨卓奇医师 但是就是放这一张自我介绍的部分就不再重复了 好 我们就直接进到主题的部分 那在接下来的讲座内容里面 我们主要就是会针对膝盖退化的常见问题切入 然后带大家了解膝盖不舒服的原因 还有很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为什么我膝盖做了很多治疗都没效 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去破解怎么样去看待 以及最后就是说膝盖不舒服要吃什么才可以顾膝盖这样子 我们从这些很常见的临床问题里面一个一个来切入 第一个问题就是年纪 sorry 好 第一个部分我们先简短的介绍一下 所谓的膝关节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知道说膝关节退化 膝关节退化 好像说就是有了一些年纪 然后膝盖不舒服 就是所谓的膝关节退化 但是其实实际上如果从医疗的角度来切的话 膝盖的问题它分了很多的层次在里面 我们一般讲的膝关节 其实它里面包含了骨头 包含了软骨 包含韧带 包含肌腱 甚至包含滑囊跟一些脂肪垫这样子 那这些结构每一个都有可能形成疼痛的来源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透过膝盖打个针 或者是都可以透过患关节来解决的 所以其实当我们要面临到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样子的 决策来做不管是医疗或是自我照顾的时候 很重要的事情是要了解到 到底我的膝盖不舒服从何而来 所以回答一个最常见的问题 年龄大膝盖不舒服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膝关节退化 那我的回应是不一定 其实底下还是有很多细节在里面 膝盖不舒服我们大致上可以去了解一下说 它是比较不舒服的位置偏前面还是是后面 是偏膝盖的内侧还是外侧 还是是就是整个不舒服这样子 对那每个地方的不舒服 其实多多少少都有点暗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是膝盖前面的不舒服 它很多时候会跟这个冰骨膝盖骨 然后还有它底下的软骨有关 或者是半月板有可能 或者是一些滑翼囊 脂肪垫或者是膝盖下方的冰件 这些地方都有可能 会用前侧不舒服来表现 那如果是膝盖后侧 膝盖窝窝的地方不舒服的话 它有可能会跟腿后肌的肌腱有关 也有可能跟后侧半月板 或者是叫做这个贝克式囊种有关系 那如果是膝盖内侧的话 其实膝盖内侧有很多重要的肌肩跟韧带 那还有半月板跟一些皱臂之类的结构 外侧也是一样 肌肩、韧带、半月板、皱臂都有可能 那如果是说整个 或是说膝盖中间深层的不舒服的话 这有可能真的是 就是膝盖中间的这个半月板软骨 或者是说十字韧带 或者是说骨头跟骨头直接对膜 所形成的不舒服 就是有可能会是以中间 或是整个不舒服来表现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知道膝盖不舒服 大概是在什么部位为主的话 其实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来引导我们去解析膝盖不舒服的问题 所以有一些人也会问说 我要怎么样让医师跟治疗师了解 我的膝盖的问题 那最关键的就是留意线索 什么叫做线索 线索就有点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位置 膝盖哪一些地方正在觉得不舒服 是前面呢内侧呢还是外侧还是别的 第二个就是什么样子的动作 会特别容易觉得不舒服 比如说久坐会容易觉得不舒服 跟爬楼梯会觉得不舒服 它暗示的问题就有可能会不太一样 对 所以什么样子的动作会觉得不舒服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第三个 时间点 一天当中什么时候特别会觉得不舒服 是白天活动多的时候不舒服 还是是晚上睡觉睡到一半 没有在动的时候 反而会被不舒服所痛醒 第四个 加重因素 有没有哪一些因素 会特别容易造成疼痛的加重 比如说是热还是冷 或者是说可能吃了什么东西会特别不舒服 这些加重因素都可以留意一下 相对的舒缓因素也可以留意一下 比如说是动一动会比较好呢 还是是说去做热敷之后会比较好 这些加重跟舒缓因素也是很重要的线索 所以我们在解析膝盖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想我们跟医师 就是病人来疹的人跟医师或治疗师 可以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好像我们一起要去玩一个密室逃脱 或是我们一起要来解谜 那不管是解谜 还是是要侦探 还是是密室逃脱 都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需要线索才能够破关嘛 那所以说留意这些线索就是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之中非常重要的 所以也不要说大家就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全部都丢给医师治疗师 来好像说就是只要进到诊间 然后跟医师说膝盖不舒服 他就马上就要给你一个说回应是怎么样子的问题 也不要这样 我们就是一起分担 这个病人提供一些线索 医师找一些线索 然后治疗师找一些线索 一起来找出答案这样子 好 那下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我做了很多膝盖的治疗 可是却都没有效 这很常见 就是比如说可能膝盖不舒服 半年一年 然后中间都说做了各式各样治疗都没有效 那这时候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厘清说 是完全真的都没有任何一丝的改善呢 还是是说其实是有一部分的改善 只是可能过了一阵子之后 不舒服的状况又回来 那经过这样子的厘清之后 其实会发现大概七八成的人呢 他都是做完治疗之后是可以改善一阵子的 甚至有的人做完治疗之后 他可以到不痛 恢复日常生活 但是好像比如说一个月或是两个礼拜之后 不舒服又慢慢又出现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 我们其实要把这个问题做一点点的调整 去调整到说 为什么我做了很多治疗 可是会还是会一直复发 那大部分的人都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是都不希望说 一个问题反反复复来了又来 一直复发其实是一件很烦的事情 所以说如果不想要膝盖问题复发的话 我们就要回来问一件事情就是 那我是不是有做到所谓的治本 以及什么是膝盖问题的治本之道 这样子 听到治本有的人会想说 我应该换个膝盖关节就会治本了吧 我把膝盖的骨头软骨全部都换掉 都换成人工的 那这样应该就他们就不会痛了 这一定是一个很治本的方式 是这样子的吗 很可惜并不是 我也很希望有一个简单的方式 做完之后所有疼痛都会消失 但是研究告诉我们就是 根据统计膝盖换完人工关节之后 术后的二到七年这段时间之内 仍然有超过三成的人 每一天他都受到膝盖疼痛所苦 有的人可能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 或者是他可能旧的问题 有解决一部分 但是好像同时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这样子 所以到底膝盖换人工关节 是不是一个治本之道 如果我们从这个研究的结果 回来看的话 好像也不是 就是他也没有办法说 就是一劳永逸 真的做了之后 就所有问题 膝盖问题都消失 好 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讲 什么是治本之道 但是我们先 先针对手术这个问题 再深入一下下 回答一个下一个问题 就是 那什么样子的状况 可以考虑换 人工膝盖 目前的共识 基本上就是 你至少经过了六个月 非常积极的非手术治疗 这样子六个月的非常认真的 积极的非手术治疗 做完之后 疼痛不舒服的程度 仍然对你的日常生活 造成非常显著的影响 影响你的行走工作 或者是休闲 或者是睡眠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再来考虑做 患人工膝盖 这件事情 会是一个 比较理想的流程 这样子 好 那回应 接着 顺着这个问题 继续往下走 那就是 什么样子的方式 叫做 积极的非手术治疗 积极的非手术治疗 绝对不是等待 不是说 我膝盖不舒服 等六个月 还是不舒服 好那我去做手术 这个不叫积极 好 积极的非手术治疗 包含以下 第一个 如果有过重的人 也就是 如果我们算身体质量指数 BMI超过28的人 好 那针对这个 做过重的族群 去减重的话 只要减重10 就可以显著改善 疼痛跟生活功能 好 所以有一部分的人 很适合透过减重 来改善膝盖关节的问题 什么样子的人 过重的人 过重的人 好还是要强调一下 BMI28以上去做减重 是比较合理的建议 好 比如说如果是 已经一个是 身材很fit 很刚好 或甚至是 已经比较瘦的人 他就不要再透过减重 去想要改善膝盖问题 这是不合理的 好 只有过重的人 才需要透过减重 来改善膝盖问题 好 那减重也不是唯一的方法 不是唯一的方法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听到减重 其实就会很挫折 好我也是 所以减重也不是唯一的方法 还有很多方法 好 比如说下肢肌力锻炼 就是一个很好的积极的方式 根据研究显示 下肢肌力锻炼 其实它可以很显著的改善膝盖的疼痛 还有生活的功能 在过往的统计里面发现 一年之中只要有三个月认真的做下肢肌力锻炼 它的保护效力就可以维持至少一年 所以很极端的假设如果真的很懒很懒 你可以今年一到三月做肌力锻炼 然后可能到十二月还OK 明年一月再继续做肌力锻炼 就是这样子 做三个月然后保护一年这样子 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 我想大部分人应该不会这样做 但是这个研究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说 其实肌力锻炼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而且它的保护期不是说你有做才有 你做完之后它的效益还可以持续的延长这样子 好 所以积极的非手术治疗 我们刚才提到两个 生活形态的改善 第一个过重的人可以考虑减重 第二个可以做下肢的肌力锻炼 这个都是在非手术治疗的积极生活形态的调整 那除此以外也有一些症状舒缓的积极治疗 那这些治疗它不是用手术的方法 但是它一样有机会可以减轻疼痛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可以透过内服或是外用的药 来减轻疼痛 第二个一气复健对于舒缓症状也有机会达到帮助 第三个你可以做徒手理疗 比如说物理治疗师他可以帮你做一些徒手筋膜治疗 那这个部分也可以有机会改善到这个膝盖周围的不舒服 第四个中医的调理跟针灸 第五个西医的一些修复注射 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人会听过所谓的PRP 或者是打过玻尿酸 那这些注射的方式也是一个积极的症状舒缓的选择 所以简单说一下 如果说我们在积极的非手术治疗 透过生活形态调整 透过症状舒缓的一些治疗 六个月之后症状仍然没有一丝的改善 那这个时候手术或许会是一个适当的选择 下一个常见的临床问题就是 我食疗之中我要吃什么可以顾膝盖 说到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心里面会冒出一些答案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想到什么卵骨素 或者是说什么西安之类的 很多很多 但是在研究里面发现 真正比较有意义的东西 竟然是一个大部分的人都想不到的一个选择 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往下看 我们知道膝盖不舒服 有各式各样的广告在讲很多的营养补充品 那也的确有一些的研究 针对这些营养补充品去 试图的去实证它 那比如说像是姜黄啊 软骨素啊 葡萄糖胺这一些的 那的确有零星的研究证据 所以我们会去认为说吃这些东西对于膝盖不舒服 膝盖退化的问题是有帮助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有一致的结论 意思就是说可能 A做的研究认为姜黄有帮助 B做的结论 研究认为姜黄没有帮助 彼此之间会出现一些互相矛盾的一些结果 所以简单来说 营养补充品吃什么对于膝盖退化有帮助 目前来讲研究的结果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 只能说这些营养补充品大部分算是安全 可是很难说它们一定有效 反而是在大规模的研究里面发现到一个关联性 什么关联是跟膳食纤维有关 也就是说大规模的研究发现 日常生活中膳食纤维吃得比较多的人 他的膝盖退化的症状是比较少的 膳食纤维吃得越多 膝盖退化的症状越少 这个研究倒是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去做里面 都得到了一个蛮类似的结论 虽然我必须要强调一下 这个研究的结论它并不能证明因果 但是它可以证明相关性 翻成白话文来讲 并不是说吃了膳食纤维就一定可以改善膝盖的问题 但是膳食纤维比较多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 饮食心态 它的确跟膝盖不舒服退化症状问题 比较少来的有关 所以有可能是他的饮食 或者是吃这样子的人的 这样吃的人他的生活方式 或是他的动作习惯 可能真的就是比较保护膝盖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因果关联性 但是如果各位有想要从饮食上面去做改变的话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切入的点 好 那另外一个饮食上跟膝盖有关的结论 是叫做地中海餐食 地中海饮食 这个部分我相信有一些人会有听过 也就是说地中海餐食它的依从度越高 你的日常三餐越照着地中海餐食的形态去吃的时候 膝盖退化 骨关节炎的症状也会越少 这个研究也是 不是只有在欧洲地中海这边得到这样子的结论 它一样可以搬到不同的 比如说亚洲或者是美洲国家这样子 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地中海就是只有在地中海那边才需要这样吃 或才能这样吃 我们台湾就是海中地 我们要怎么样吃地中海呢 其实地中海餐食并不是说一定要用某一边的食材 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它是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把这个概念我们其实可以搬到不同的文化 搬到不同的地区 一样可以透过该地区 比如说台湾 台湾特有的一些食材 我们一样可以透过这些食材去组合出一个符合地中海概念的一个日常生活饮食 怎么做呢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地中海餐食的概念 地中海餐食的概念 基本上就是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是蛋白质的来源 地中海餐食的蛋白质来源 它会建议就是圆形态的豆类是最适合的 然后其次的话是蛋、鱼跟鸡 那这边的建议 接下来我提到的饮食建议 我希望大家都用一个方式去理解 就是说好的东西并不是说只有 就是只能吃它 那不好的东西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 我们用一个比例的方式来理解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好的东西尽量是可以多吃一点 相对来讲比较不适合的东西少吃一点 只要有这样子的比例分配就可以了 不用说全部都只吃一些 然后什么东西完全都不碰 不用到这么极端的程度 好 所以再回来到蛋白质 也就是说我们在饮食之中 可以把圆形态的豆类占的比例拉高 把蛋、鱼跟鸡的占的比例稍微提高一点点 那其他像是红肉啊 或者一些加工肉啊 或者是加工豆类的一些制品的部分 就把它的比例稍微放低一些这样子 第二个建议的是圆形食物的比例越高越好 加工食品越少越好 所以什么样叫做圆形食物 就是土地上长出来的植物 或是这些植物所养成的动物是什么样子 就是以它们的样子来取用 来烹饪、来料理就好了 所以像是如果以米来讲的话 比较接近圆形食物的形态就是糙米 加工比较多的就是可能米粉、米线、河粉 这一类的米类的加工品 所以我们在如果说我们要吃米的食品的话 我们就可以尽量以这个糙米、培芽米放比较多 然后刚才提到这个河粉那些加工的 萝卜糕这类加工的东西就是占的比例越少越好 那再来的话比如说以豆类来讲 圆形食物的豆类 比如说像是烘焙的黑豆 它从豆夹中长出来就是黑豆 黑黑一颗一颗的 那这直接把这个东西拿去烘 烘干了之后可能稍微一点点的调味 那这个东西就很接近圆形食物 那相对的比如说把这些豆类的制品 经过很多的加工做成塑料 比如说树肉排或者是树鸡 做成这些塑料之后 它就已经比较没有那么 比较不是一个圆形食物的样子了 那这些食物的话比例上来讲 我们也可以放得越低越好 第三个部分跟油脂有关 符合地中海餐食的油脂的话 就是我们讲好的油脂 它比较多可以来自坚果 可以来自橄榄油 那如果在亚洲地区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像是苦茶油 来做取代这样子 那其他比较不好的油脂 就是比较像是动物来的 比如说像是猪油 或者是说一些油拿去高温炸过之后 它就会比较有一些氧化的问题 那一些油脂相对来讲 我们可以越少碰越好 所以如果说 毕竟油脂是我们在日常饮食之中 还是一个必要的组成 所以我们要摄取油脂的时候 就可以以像是坚果 或者是橄榄油 或者是刚才提到的苦茶油 玄米油 以这些油为主 那其他的油就比例少一些 那前面讲的是比较概念性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举一些生活实力 我们一起来练习判断 当我们日常生活中 遇到饮食选择的时候 怎么样子的选择是比较适合常吃的 怎么样子的选择是比较没那么适合常吃的 好待会我们就是看看这个图片中的食材 那也邀请荧幕前的学员们一起来猜猜看 一起来推论看看 什么样子的食材是比较适合多吃一点 比较是顾膝盖的食材 好 那再次强调一下 虽然我们用打勾跟打擦来做一个代替 但是也并不是说就只能吃打勾的东西 打擦的东西就完全不能碰 还是要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比例原则 打勾的食材吃的比例多一点比较好 打擦的食材占的比例低一点比较好 还是要回到这个比例的原则 第一题 当我们在做食物调味的时候 请问我们是选择天然的香料会比较顾膝盖 还是是我们选择一些又香又浓的酱酱 哪一种是比较顾膝盖的呢 给大家两秒钟的时间在你心里面选择 答案是天然香料 天然香料的话 第一个它是加工比较少的 第二个它是本身就有一些抗氧化的能力在 那相对的 香浓酱酱里面其实比较会有一些添加物 让它看起来又浓 然后又可以摆很久 那这个部分的话 这些添加物的话 它就已经偏离了原型食物的概念 所以就已经是 比较不适合用来顾膝盖的东西了 所以如果我们以顾膝盖为出发的话 记得就是在调味上 可以选择用天然的香料来做调味 第二个 如果我们要顾膝盖的话 要摄取蛋白质 如果说我们从肉类摄取蛋白质 请问比较好的选择是 鸡胸肉呢 还是是培根呢 鸡胸肉跟培根 都可以提供蛋白质来源 哪一个会是比较顾膝盖的 好的来源呢 答案是鸡胸肉 鸡胸肉的话 它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肉类 相对的 培根的话它是经过加工的 而且它又是红肉 所以加工红肉就已经比较偏离了地中海的概念 所以地中海30的概念还是会比较支持 用鸡胸肉当做一个肉类的蛋白质为主的来源 第三个 我们都知道蔬果是很重要的 那当我们在摄取蔬果的时候 请问比较理想的方式是吃蔬菜 直接用蔬菜可能切丁切块下去料理比较好呢 还是是我们用一个这个现打蔬果汁来摄取蔬果 哪一种会比较符合地中海餐食的概念呢 答案是蔬菜 也就是说我们从市场买回来的这些蔬菜是 就是可能就是简单的切一切 然后下去料理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比较可以摄取到完整的蔬果的营养 那而且这个部分也是比较贴近到圆形食物的 那相对的蔬果汁有的可能已经滤过渣 甚至有一些还会就是另外加糖 那这些部分的话就比较不适合用来顾膝盖 所以如果要顾膝盖的话 记得蔬果的摄取就是圆形态 它就是简单的切 简单的料理 简单的烹调 简单的调味 这样子的话对于照顾膝盖来讲会是最适合的选择 下一题 这一题可能就有点难了 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地中海餐食的蛋白质的来源 最理想的是豆类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豆类 豆类的话我们有毛豆 也有豆皮 两个都是豆类制成的 不算制成 毛豆本来就长那样 好 那如果我们今天要面对毛豆的选择 跟豆皮的选择 哪一个会是比较顾膝盖的好食材呢 答案是毛豆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毛豆它就是植株上面长下来 结的果子就是那样子 结的果实就是那样一颗一颗的绿绿的毛豆 所以它就是真正所谓的圆形食物 它不是只有长得圆圆的 它本来就长那样 只是圆形食物的真正的概念 好 那相对的豆皮的话就比较经过加工 所以它的一些营养素就没有那么的完整 那我们也比较难确认说在加工的过程之中 它是不是有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圆形态的食物如果可以直接吃豆类毛豆 那会是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好 第三个 下一题 下一题一样跟蛋白质的来源有关 今天我们要摄取蛋白质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吃扁豆泥 扁豆泥就是用扁豆它经过搅拌 然后去做成的一个糊状的泥状的一个食物 比如说如果是在这个中东地区 可能有所谓的Humus用鹰嘴豆打成泥做成的一个食材 就是称为豆泥 那它可以是各种豆类做的 不一定要是扁豆 Anyway 豆泥都OK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牛肉 是肉类的来源 那豆类的来源跟肉类的来源 哪一个会是比较顾膝盖的食材呢 好 如果有听到前面的学员一定会知道 答案是扁豆 因为扁豆泥的话它是植物来的蛋白 相对的牛肉它是动物来的蛋白 而且它又是红肉 所以在地中海的概念里面的话 就是会以植物蛋白会是比较推荐的 相反的动物来源 特别是红肉的部分的话就是建议少吃一点 好 下一题进到油脂的选择了 今天我们要选择料理食材 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食材上面要淋上一些 比如说沙拉上面要淋上一些油脂的时候 什么样子的油脂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呢 我们有橄榄油 有奶油 这两种哪一种会比较适合用来顾膝盖呢 答案是橄榄油 橄榄油里面有好的脂肪酸 所以它会帮助我们有一些身体 有一些抗氧化抗发炎的效果 但是相对的 红肉里面它的脂肪酸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健康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吃太多的话 它会让我们身体处在一个比较容易发炎的状态 如果你的膝盖本来就已经有一点轻微发炎 有的时候这些饮食上的选择 就会让它的症状变得更明显 所以回过头来 如果我们要顾膝盖 减少膝盖这些发炎的症状的话 我们在油脂上的选择 就是可以以橄榄油 或者是苦茶油 或者是紫苏油 这一类比较好的油脂作为一个选择 好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在顾膝盖的食疗 这个段落里面 自我照护里面所提到的一些重点 顾膝盖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这样子做 第一个 在治本的方面 我们一起可以做的事情 是生活形态的调整 这是治本之道 比如说过重的人可以减重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下肢肌力锻炼 来保护我们的膝盖 第三个 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可以透过每一天的饮食 尽量的往比较地中海饮食的概念去走 透过这样子的饮食的选择 来帮助我们有更好更健康的膝盖 那如果说要做一些症状舒缓的 治标的方式的话 你依然可以选择就是内服外用药物 可以去做仪器附件 可以做徒手理疗 可以做中医的这个调理或针灸 或者是也可以做一些修复注射的治疗 那只要能够让膝盖的症状减轻 我不觉得说只能做治本 治标都不能做 我也不会做这么极端的推荐 相对的我觉得如果可以双管齐下 治本治标一起做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这样子的组合 来达到一个症状快速舒缓 然后后续又能够持续维持 有一个很好的续航力 我觉得这会是对大部分的诊友来讲 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那除非说你真的是很积极的做了 生活形态调整 跟症状舒缓的一些处理选择 经过了六个月之后 症状仍然没有一次的进步 暂时的一次的进步都没有的话 那才去考虑做这个手术患人工膝关节 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我会觉得是比较好的选择 好 那今天的讲座下半场的部分 差不多就结束在这里 那我们有比预期的时间稍微早一些些 那不过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就是说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从前半段的自我身体关系的改变 跟后半段的以膝盖为主的疼痛修复饮食的话 对于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想要提出的问题 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有一些讨论 好 谢谢医师今天的演讲 那我们线上有些朋友有些问题 想要请教医师 首先第一个就是杨医师在前半段 其实有提到一些跟身体对话的方式 那不晓得因为这个对一般观众可能比较悬一点 不晓得杨医师在对话方式有没有什么建议 或是哪一个方式是比较可以我们在平常在练习 或是可以比较有知觉的 或者杨医师可以带我们来 有没有什么可以训练的方式 谢谢 好的 好的 好 那我先退出一下简报 找回到回应这个问题我想回到我们前面一张的简报 好 我们第一个段落讲到跟身体对话 然后透过跟身体的对话 然后来改变跟自己身体的关系 那这个对话其实它并不真的是叫做说话 其实我会比较倾向就是把它想成是一种互动 你跟身体的互动其实它都可以是一个对话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讲这些互动可以做什么 第一个我们可以做的是倾听觉察 听也是 听其实不只也是对话 其实应该更精确的讲 听是对话的开始 如果你想要跟身体对话的话 我们就先从倾听开始 那倾听的方式的话 现在有很多很棒的资源在网路上 大家可以去搜寻正念练习 正念练习 正念在台湾其实已经发展得很完整 然后也有很多的书 然后也有很多的线上资源都可以运用 所以在正念练习里面我们可以 第一个可以先找的事情是比如说像身体扫描 或者是说静态正念练习 那这个部分它就有点接近的是静态觉察 所以在这个正念练习的录音档里面 大部分的老师就会引导你找一个安静舒服的姿势 然后让自己安静下来 然后可能从头开始把你的专注力放在 比如说有的是从额头开始 有的是从手指开始 然后把这些专注力从你的身体就这样一整个流动过一轮 那专注力放到某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就有点像是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身体某个部位 这样子的概念 我觉得大家可以做这样子的想象 就是说身体扫描的时候 就是真的像是有一个麦克风走到 比如说我的手指 那我今天这个麦克风走到手指的时候 我的手指想要告诉我什么 比如说我手指 现在我觉得我的第五指 手指稍微有一点点麻麻的感觉 OK 好我听到我的手指有一点麻麻的感觉 那我收到这个讯号了 那再下来我可能就把身体麦克风再交给下一个 比如说交给我的膝盖 那我的膝盖现在可能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紧绷 OK好我听到我的膝盖有这样表达 然后再继续往下一个地方移动 所以这个把麦克风交给身体不同的部位 去听他想要说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对话里面的第一步 好那回过头来就是可以用正念练习身体扫描 或者是动态的正念 也都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参考 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对话的一个部分就是 跟身体其实就是去一起完成一些什么事情 跟身体一起去完成一些什么事情 比如说它可以是行走 最好是一些以前你没有那么习惯做的事情 好比如说假设我以前真的没有运动的习惯 那我可以就先从走路开始 好那甚至我也不一定我是要在陆地上走路 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我膝盖不舒服 真的不喜欢走路 没关系 那我们就去水中走路 好因为水透过它的浮力 可以帮助我们减轻膝盖的负担 那我们就把走路这件事情移到游泳池里面去做 好然后跟身体一起在游泳池里面去行走 去感受那个水的阻力去感受水流流过身体皮肤表面的这个感觉 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运用身体去学习的方式 那当然如果更进阶我们可以真的去学一些什么 比如说你可以就报名一个就是残柔课程啊 或者是你可以真的报名一个某一种温和舒缓 比如说可能入门的瑜伽或入门的皮拉提斯 类似像这一种的 然后就真的在这个过程中一起去学习 跟身体去培养一些信任感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就是互动 但日记的部分我想这个部分 大家可能比较知道怎么样做 那最后表达肯定跟感谢这个部分的话 它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一边比如说好就假设真的就是用信任友好 我们用信任友抹在自己的胸口 那一边抹的时候一边就是跟身体表达肯定 就是说我的身体今天跟我一起完成了这场讲座 然后你做得很好 然后谢谢你用你的声音用你的肢体语言跟我一起完成这件事情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肯定跟感谢 其实它也可以很简单 好所以就用这个回顾来回应刚才提到的这个身体对话的方式 好 谢谢杨医师 那这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刚才杨医师有提到 年纪渐长 其实身体机能可能比较会衰弱 那常常会有所谓膝盖不舒服的问题 那线上的学员是说他可能还刚步入中年 想说平常有没有什么保健的方式可以预防 就是颜防在老的时候膝盖可以保持健康 好的 好所以我想这位同学他非常有一个预防的概念 就是说我如果希望我的膝盖未来可以好好的跟我一起去体验人生的话 那我现在可以先为他做什么 我觉得我一定要肯定这一点 就是说这个学员的提问他已经可以再进入到我可以为膝盖做什么的这个层次了 很棒 好 那我们做什么可以来保护膝盖呢 如果说是以身体活动的层次来讲的话 膝盖还蛮适合做一些肌力锻炼跟阻力训练的 那所以阻力训练的部分 它需要一个进阶就是渐进式的一个过程 所以一样如果说是一个身体完全没有任何经验 然后平常就没有在运动的人 我会建议可以找一个运动物理治疗师 或是找一个身心动作教育老师 先开始你的第一步 对 之所以会这样子的建议是因为 有的时候我们在门诊里面会看到 同样想要为身体做事 可是他有一点操之过急 比如说以往都没有运动的人 他忽然开始跑步 第一天就跑四公里 第二天就跑十公里 然后第三天膝盖就痛了 那就有点可惜这样子 因为他的身体的素质可能还不足以去跟他一起做这样子的运动 但是跳太快的时候就会这样 那其实反过头来会造成一些挫折 跟很多的犹豫跟不确定 所以如果真的过往没有运动的习惯的话 我们就找一个提示能老师 或者是运动的物理治疗师 然后带你去循序渐进的来做 那如果平常已经有在跑步 已经有在爬山的人的话 那我会建议说可以多做一些不同形态的运动 比如说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些功能性训练 功能性的训练 比如说可能类似像是分腿蹲 或者是说单脚深蹲 类似像这样子的运动 其实它都可以很好的去增加我们的整个下肢的肌力 然后提供更好的稳定性 那透过这些肌肉的所谓的减压跟这个避震的效果 来帮助我们的膝盖去分散它的负担 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膝盖的保健来讲 就会是一个很好的照护 延续这个问题再紧张 医师就是目前我听到很多讯息 就是有一些鼓励年老的人可以重训 重训增加肌肉量 不晓得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人适合做重训吗 那重训对膝盖或对下肢的帮助 是不是是比较很正向鼓励这样做的 谢谢 这也是一个很棒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应是 重训是一个工具 那我们要知道重训这个工具它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它的目的就是增加肌力 那它的目的是希望肌力增加 然后来回过头来可以保护膝盖 所以这是重训的其中一个好处 那不过这个工具它会随着不同人的运用 而也许我们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今天如果一个重训教练 他过往的经验都是带运动员 都是带身体素质很好的人的时候 今天你要他突然来带一个就是80岁 过往完全没有运动 现在行走有点困难的人的时候 也许他会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很细致的微調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就有可能反过头来造成老人家的受伤 可是如果今天这个重训它是一个 他很擅长带勒林族群的 不管是教练或者是提示能老师 或者是物理治疗师 他如果很擅长运用这个工具来跟长辈工作的话 他就可以用一个很好的循序渐进 然后一层一层慢慢往上进阶的概念 去把老人家的肌力跟平衡 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 那这就会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帮助 所以简短来说的话 我觉得增加肌力跟平衡力 对于老人家照顾膝盖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重训是其中一个可以考虑的工具 不过最好是由非常有经验的老师 来带长辈来做 好 我们现在有一个朋友问到 就是说 她的母亲已经85岁了 那有曾经做过幼竹槐固定术 那她母亲也许是因为年纪大 每天喊着头痛 心脏痛 胃痛 右脚 血管 钙化 冰冷等等 那属于这种比较 年龄比较大的长者 那如何对 有一些什么建议吗 对这些长者 好 了解 好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临床医疗的问题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 假如说今天我是医师 在门诊里面遇到一个病患 那很重要的事情 我是会需要为她做身体检查 比如说可能需要去看看她的关节活动度 然后去看看她的颈部的筋膜张力 透过这些身体检查去搜集线索 然后做下一步的判断 那因此我就没有办法 透过线上的方式去做所谓的隔空问诊 我还没有发展出这样的能力 不好意思 但是我可以建议一个方向 就是说因为长辈的身体的状态 跟她的用药通常都会比较复杂 那如果可以有一个整合的医师的资源 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或许对于病人跟家属来讲 甚至是对医疗体系来讲 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现在其实有所谓的老人医学 或者是高龄特别门诊 那我还蛮建议这位学员可以考虑 就是透过高龄诊和医学门诊 来把妈妈的状况做一个详细的统诊 那不管是检查的结果 用药的结果 然后以及下一步要怎么样去做进一步的判断 生活上面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可以做调整 我觉得都可以透过高龄诊和医学门诊 来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回应 好 另外一个问题是 医生今天讲的是膝盖疼痛的问题 那像我本人虽然没有膝盖疼痛 可是常常会有绕疹的问题 那觉得好像超过40岁之后 绕疹的频率好像蛮频繁的 不晓得医师有什么建议 好的 好 那我们一般讲的绕疹 大致上就是指的是颈部周围的筋膜 它可能因为里面的肌肉纤维打结 然后产生一些循环不良的状况 那当这个筋膜里面循环不良的时候 它就会释放出一些疼痛的讯号 那这个疼痛的讯号如果状况比较严重的时候 那个筋膜卡得很紧的时候 它甚至会让我们的表皮的神经 在穿过筋膜的时候因为不顺畅而产生一些 有点像是举部麻刺这种神经性的一些不舒服 如果说是这种比较偏向单纯是肌肉筋膜的造成的绕疹的话 还蛮适合透过比如说一些徒手的理疗 然后再加上身体姿势跟动作的调整来做恢复的 所以一样我们回到一个治本跟治标的概念 在治标当然你可以透过西医的比如说开药 或者是做复健或者是做徒手物理治疗 去先把这个筋膜里顺 然后先把这个局部发炎的症状控制下来 但是如果是已经常常发生的 比如说可能每一个月都一两次绕疹的星星的话 那治本的这个部分就会特别的重要 所以在讲到如果我们讲颈部筋膜劳损这个问题 或者说大部分的单纯的绕疹这个问题的话 在治本之道的话就很重要的是改变身体使用的方式 比如说也许有的人他做办公面对电脑的时候 他都是这样子我就侧面给大家看一下 他可能很习惯是这样子的一个姿势 好像就是整个脖子都缩在一起 然后脸很贴近荧幕 那这样子的知识久了之下 其实他的颈部筋膜他受的负担就很大 那也比较容易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所以第一个日常生活或是工作之中的知识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有的人就是很喜欢就是看电视的时候 会侧躺在沙发上比如说像这样 那这个知识维持久了同样对于颈部筋膜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知识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先检视说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行为 有没有哪一些对于颈部的筋膜是不利的 这些因素先把它拿掉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一样可以透过比如说运动物理治疗师 或者是提示能老师 动作教育老师 或者是一些有受过相关专业训练的这个教练 他也可以帮助你去调整你的 比如说我们的胸椎的活动度 然后还有我们的肩胛骨的稳定性 那透过去调整胸椎活动度跟肩胛的稳定性 来帮助我们颈部的筋膜的张力可以比较释放掉 帮助它减压 那当颈部筋膜的张力减压之后 那这个打劫老损的问题 它其实也就会比较少发生 所以回应到 简单来讲回应到颈部筋膜老损 或者是一般讲单纯绕疹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就一样可以从治标跟治本这两个方向去思考 好 我们线上问题还蛮 大家蛮踊跃提问的 因为问题可能想请教杨医师就是说 妈妈她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 那除了平常定期回诊服药之外 平时医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自我保健 好的 这个问题它其实很紧扣到我们今天下半场的主题 就是那个食疗这一块 那我知道有的人他可能已经就是饮食很注意 但是身体的发炎的状态还是很高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在过往是没有注意到饮食跟身体发炎之间的关联性 所以虽然饮食并不能取代药物 也就是说自体免疫疾病还是有它需要的治疗的药物 但是透过我们日常生活饮食的调整 是可以让我们也许可以吃的比较少的药 或者是一样的药可以达到比较好的症状控制的效果 所以面对这个自体免疫疾病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回过头来去采用到地中海饮食 这样子的一个大方向上的建议 当然少数的人他也许有一些特别出食物的过敏 那这个部分就有可能会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诊疗 那但是如果讲一个大方向上来讲的话 其实膳食纤维很多的这个就是膳食纤维足够的一个饮食方式 然后地中海形态的饮食方式对于控制身体发炎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那如果说是要讲营养补充品的话 我们大概在日常的闷诊里面也会可能会 就是会建议可以考虑吃一点鱼油 也是一样透过这个好的油脂来帮助稳定身体的发炎 那如果说日常生活很难摄取到足够的膳食纤维 比如说真的没有办法吃太多蔬菜 那或许也是可以考虑用一支膳食纤维粉来做营养补充这样子 所以这一块是比较偏向是在饮食上面可以做到日常生活的照顾 那另外一个部分比较少被提到的其实是发展激励 大家可能会想说 什么这个发展激励跟自体免疫疾病之间会有关联性吗 这个部分虽然它的目前的连接还没有非常非常的强烈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肌肉其实它不只是提供我们身体动作 肌肉本身越来越被视为是一种内分泌的器官 所以其实肌肉的内分泌它一样可以透过身体的这种固醇类的产生 然后来达到调节免疫的效果 所以如果说刚好假设刚好妈妈也是比较肌肉少的 或者甚至是有一些老长辈可能同时又有肌少 然后又有自体免疫 如果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的话 我也觉得蛮建议就是可以透过一些渐进式的肌力训练 去把肌肉的内分泌器官的功能慢慢地让它恢复起来 好 我们先问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 就是杨医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什么契机让医师离开大医院 然后也为了推广疼痛反慢治疗部分 全程走透透去上课去讲腾痛这件事情 不想医生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对 哇 有一种心路历程的感觉这样子 好 那谢谢学员有这样子的好奇 那回想自己离开医学中心 其实我觉得不单纯是只有在我希望做什么事情上面 老实讲我也有一些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做的事情 或没有那么擅长做的事情 像我自己就坦白承认我不太擅长做一些行政文书 或者是一些这种就是跨部门的一些会议的这种事情 但是如果要留在医院的话 其实这一块就是要有它的能力在 但是我觉得我比较擅长的是就是在门诊里面 好好跟一个病人去互动沟通 然后透过跟一些就是像是行政公文书院这样子单位的合作 然后去推广一些概念 那所以就是我发现到就是当我回到基层诊所的时候 我比较能够做这些我很想做的事情 包括在门诊里面有足够的弹性 然后整个环境跟流程上的设置 允许我做这件事情 以及就是我有可以去有一些创作 累积一些创作的空间 所以基于这样子的契机是让我离开 是让我回到基层的一个初衷这样子 刚刚是不是还有一个后半端的问题 主要是这个初衷拿回去讲 为什么医师对于疼痛这件事情特别的去关注 对所以后半端的问题是为什么疼痛让我这么好奇 老实说现在我也很难真的说出一个非常完整的道理 说因为这样所以那样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简短来讲的话 我觉得疼痛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它并不是说我做了A之后就一定会得到一个B的结果 所以中间好像还有很多就是需要去探索的部分 那面对这一个就是可以探索的空间 我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有趣 然后就一直在投入 所以比如说像是可能有探索过疼痛跟心理状态之间的关联性 然后我们今天也探索了疼痛跟身体关系之间的关联性 然后疼痛跟身体活动方式的关联性 疼痛跟饮食的关联性 当然最重要的在这个医疗端我们做什么治疗 什么样子的治疗流程跟选择可以去改善疼痛 那这些太多可以就是摸索的东西 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好奇 然后就在这边一直深入吧 好 那我们再回到疼痛上面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学员她说她的老婆长期都左膝盖疼痛 然后每天为了舒缓都是用棒球去按摩她的臀部 那她觉得老婆都觉得按摩之后会有舒缓 但是不晓得这种方式好不好 另外她一直想要请她老婆去就医 可是她老婆觉得好像没有严重那种程度 不晓得什么状况 医师建议去门诊去就医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按摩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对于舒缓膝盖疼痛来讲 那听这位学员的分享 她的家人的确可以透过按摩来达到膝盖症状的舒缓 只是说她会一直反复复发 所以如果以这样子的状态来讲 我就会把它比较定义在是一个治标的做法 那治标的话并不是不行 只是说如果只采用治标久了之后 她会有一个问题是可能会渐渐的越来越难达到一开始的效果 比如说假设同样以这个棒球按摩 好的 一开始可能按一分钟膝盖就不痛了 但是也许半年之后变成说要按五分钟膝盖比较不痛 那也许再过一阵子之后就会变成说我好像按了半个小时膝盖还是不舒服 她那个效果就渐渐的没有办法像一开始那么好 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治标她没有处理到根本的问题 所以说当根本没有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有可能会渐渐越来越不容易处理这样子 那当然回过头来我一样没有办法透过就是隔空的方式去知道 这位家人她的膝盖怎么了 可是以这个历程就是透过按摩臀部之后疼痛的状况会舒缓 我的第一个猜想就是这是一个筋膜的问题 可能也许从比如说我们臀部连接到膝盖外侧有一条筋膜 是叫扩筋膜张机往下走之后是叫卡筋束 然后它会沿着我们的臀部侧面然后连接到膝盖的外侧的这个地方 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膝盖外侧不舒服在经过臀部按摩之后会比较改善 那这样子就是其中一个可能性但也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而已 好然后所以回应前半段的问题这个方法能不能用可以 但我不建议只做这一项最好是能够搭配一个治本的方式 那面对这样子的问题的治本方式是什么 我猜也许跟身体的姿势或动作方式或者是跟它的整个下肢肌力的平衡 会有一些关联性 那如果说家人真的不喜欢就医或是觉得还没有到要就医的程度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先找比如说物理治疗所物理治疗师 特别是有一些有在带运动治疗的物理治疗师 可以请他协助家人做这样子一个初步评估 然后看看说是不是调整了某一些的习惯 或者是说多做了某一些的训练练习之后 这个问题可以得到一个越来越稳定的一个改善这样子 好 谢谢杨医师 延伸这个问题 这个学员说他的老婆跟他其实本身都有 可能人体的关系 可能感觉上左脚会长于右脚 那他们两个都有膝盖 左脚膝盖疼痛的问题 那这个是也许是使用习惯 还是说生长过程中会影响 这个部分需不需要有进一步的检查 或是相关的保养等等 OK 好 两脚感觉不一样长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 但也是蛮复杂的问题 那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真的在生理上的长短脚 就是比如说可能在X光底下去测量 某一只脚的大腿骨就是比另外一边长了几公分 或者是某一只脚的小腿骨就是比另外一边短了几公分 那这个现象都有可能会造成就是 长短脚跟两脚感觉不一样长的一个感受 那不过临床上绝大多遇到的 大部分那个骨头的长度其实是没有差很多 反而是因为骨盆有一点一高一低 然后结果就是放松躺下来的时候 就会发现一只脚比另外一只脚来得长一点点 这个概念就有点像是比如说如果我的 从这样子看过来 如果我的肩膀是两边水平 理论上我的手应该是感觉就是差不多长的 但如果我的肩膀已经有一边旋转了 那这一边的感觉就会比较长 然后这边感觉好像比较短这样子 但这个现象它可能不见得真的是骨头问题 也许我们调整了骨盆的位置 它就回到一样的长度这样子 所以也许我没有办法直接判断说 OK这个现象一定不是这个生理性上的长短角 但是如果真的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 我觉得一样可以考虑先找物理治疗所 然后物理治疗师或者是比如说骨科医师 然后先去做一下这个骨骼或者是身体型态的评估这样子 另外一个问题学员想要请教原医师 就是看疼痛门诊的时候医师都会开 可能短期会开一些止痛药 那不小医师对于止痛药 房间都常常说会伤肝伤肾 那对于这个部分还有上瘾的问题 不小医生对这个止痛药服用的看法如何 好的 这是一个蛮多层次的问题 我可能需要一个一个拆解开来 那我最想先回应的就是上瘾性的问题这样子 那其实以台湾社会来讲的话 吃止痛药吃到成瘾的几率很低 因为台湾对于成瘾性管制用的止痛药的管制 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并不会很容易的拿到说 是像什么马啡那一类的那种类鸦片类的药物 所以这一块成瘾性来讲是还好 但是身体的确会有所谓的依赖性 这个依赖性可能是生理上或是心理上的依赖 什么意思就是说 今天假如一个止痛药真的很好用 那我吃下去之后立马就不痛了 然后持续24个小时 那24小时之后药效退了我还是会痛起来嘛 对不对 那如果止痛药是我现在唯一指导可行的方法 那我是不是一定会很想要再吃一颗止痛药 答案是是的 但是这个不叫成瘾性 这个只是一个你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 只好重复同样的选择的一个结果 对 也许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讲它是 它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心理上的依赖性 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所谓的 好像成瘾这种很可怕的一个结果这样子 那所以如果不想要依赖止痛药的话 可以怎么做 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问题 如果不想依赖止痛药可以怎么做 那就是多找一些不同的治标跟治本的方法来搭配 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 一样回到刚才的问题 如果我只知道吃止痛药这个选择 我就不得不依赖它 但是如果我除了吃止痛药以外 有其他很多的选择 甚至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觉得说 那其实我没有那么想要吃止痛药 我希望做其他的选择这样子 那这样就可以很顺利的解决掉 依赖性的这个问题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止痛药会不会对身体有负面的影响 这个问题它其实答案就是一定有可能 一定有可能 所有的药都像是 我们可以讲的是说 药跟毒有的时候就是量的问题 当适量的时候是药 过量的时候就会有可能变成毒 所谓毒不是说那种毒品的毒 毒的意思就是它可能会对身体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说对于药的部分 我们希望的就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治标的方式 控制症状 短期控制症状的方式 并且妥善的适当的使用它 那是不是所有的药都会伤肝伤肾伤胃 其实不一定 那每一种药当然都有它各自的特性 比如说像是消炎止痛药 比如说什么布洛芬这一类 比较常见的消炎止痛药 它可能对于肠胃跟肾脏跟心血管方面的负担会比较大一点点 那如果说是像是普拿藤这一类的止痛药的话 吃多了肝脏可能没有办法顺利的解毒 那但是我们在疼痛门诊用到的止痛药 其实除了这两类以外还有很大 它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面对像是泡疹后神经痛 或者是说坐骨神经痛 我们可以给一些神经稳定的用药 那这些神经稳定的用药 当然他们吃多了也会有他们的副作用 但是他们的副作用就比较不是走伤肝伤肾伤胃 这一个路线的 所以简单来讲每一种药都有不同的特性 那如果硬药说止痛药来讲 我们全部把它打包成一包 简单来讲就是善用 就是根据医师的指示 在适合的时间用适合的量 然后随着症状减轻 如果能够减量就优先把药物做减量 那这样子的话是对于药物的话 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 下面这个问题是有关于饮食的问题 就是一般的上班族都是在外食 尤其是早餐或中午 那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医师 就是如果早餐跟中午都在外面饮食 可能它的食材或是营养的均衡可能比较不够 那如果是单纯晚餐来依照医师前面的建议 是不是足够或者如果不够 医师有没有建议有什么补充的营养品的方式 或是补足的方式来协助我们营养可以得到均衡 我非常喜欢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务实的问题 尤其是现代都会人上班族一定会面临的问题 对因为就是我也是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困扰 那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只有晚餐依照地中海餐食的方式来吃的话 可不可以 够不够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我觉得不用把地中海做到百分百 如果你有心开始在一天中三餐里面选一餐开始 我就要给你大力鼓掌 觉得这样真的很棒 对 很不容易 所以只要有开始都好 不管是半餐一餐 两餐三餐都很好 都OK 所以如果真的做不到 你做得到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 如果你做到的方式就是晚餐比较地中海 那你就晚餐地中海就好了 但如果你行有余力 你希望中餐跟早餐也可以比较有地中海的概念的话 可以怎么做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有一些那种冷冻条理包 比如说冷冻条理包里面有一些有那种 像是藜麦毛豆的 藜麦毛豆我觉得就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然后其他的话 之前便利商店会有卖那种豆类的 就是一包蒸过的豆类 虽然现在好像找不到 但如果找得到的话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蔬菜的部分 可能比如说像是可以选择一些比较 它的料理没有那么油腻的自助餐 那你去自助餐的时候 你就可以比较夹你自己想要的蔬菜的种类 或者是现在有一些那种专门卖温沙拉的店 就是比如说它是用一些烤过的蔬菜 然后去组合成一餐 然后也许再加上一个鸡胸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虽然它比较贵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就照顾健康来讲的话 这绝对是值得投资 然后回到蛋白质的部分的话 除了刚才提到的已经料理好的豆类包 那也许也可以考虑一些冷冻的输肥肉 比如说冷冻的输肥鸡胸或冷冻输肥鸡腿 也OK 对 那就是隔水加热 那热了之后就打开就可以吃 那只是这个选择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 便利商店卖的输肥鸡肉通常都有加比较多的添加物 对 所以这一个部分在选择上面 要尽量找到添加物越少越好的 那这个部分才不会说 我觉得我好像吃得很健康 可是却在不知不觉中吃了很多添加物 反过头来伤害身体 那就有一点可惜这样子 好 那另外一个学员问了相关饮食的问题 就是说蔬果汁如果没有绿渣 是否跟一般蔬菜的效果是一样的 好 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 我觉得它只能从一个比较的方式去推论 也许营养师会给出一个更正确的答案 但如果能选的话我会觉得说就是 原形态的蔬菜会比不绿渣的蔬果汁来得好一些 那当然不绿渣的蔬果汁又会比绿渣的蔬果汁来好一些 那绿渣的蔬果汁又会比浓缩还原加糖的蔬果汁 可能来得再更好一些 所以它是一个阶层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当然就是原形态的可以多吃一些 不绿渣的少一点 那绿渣的更少 然后加工的再更少一点 但如果真的没得选 比如说假设某一段时间 我就是没有办法吃到原形态的蔬菜 我最好的选择就是不绿渣的蔬果汁 那也没有关系 就是你就尽力而为这样子 下面一个问题是有学员问 它本身是有膝盖痛的问题 那也在治疗当中 那不晓得疼痛这段阶段 你看刚才医师有提到就是可以做一些瑜伽 或者是反合的就是比较像心练身体扫描的运动 那除了这个不晓得像瑜伽这种有拉筋的动作 是不是适合在膝盖痛的时候做练习 好 这也是一个临床上非常非常常遇到的问题 我们把这个问题就是放更广一点来看的话 就是膝盖痛的状况之下能不能做运动 因为瑜伽如果是一些体味的练习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是身体运动的一种 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放得更广一点 膝盖不舒服的时候能不能做运动 以及能做什么运动 那回应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运动百百种 很难说就是你做这个一定好 做那个一定不好 而且又像刚才我们讲重训的例子 其实运动它也是一个工具 那就是看什么人怎么样用这个工具 那不同的运用方式可能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 所以回过头来回应这一个学员的提问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动作的过程中 实时的回来看照自己身体的反应 一般来讲如果说身体已经有在不舒服的状况 我觉得你去做身体活动的时候 就留意这个不舒服有没有很明显的放大增加的现象 如果说本来就是三分痛 运动过程中也是三分痛 那运动完也是三分痛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OK的 代表说你做的运动可能没有很直接的去刺激到 现在身体比较脆弱的位置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在本来是三分痛 运动的过程中变成七分痛 而且它是那种瞬间就是爆炸增加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就要很小心 可能当下那个动作真的是直接造成脆弱部位一个刺激 它可能有一点在受伤再更多一点点了 那这时候就要小心一点 又或者是如果你今天做运动前三分 运动中三分 可是运动完之后的痛变成七分 而且这个七分的时间持续超过三四天 那这样子的状态也可能会代表说 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对于脆弱的部分 有一点超过了它所能够负荷的范围 所以如果说做完之后不舒服的时间超过了四天以上的话 那这一个运动可能也要稍微就是先谨慎一点这样子 那如果说听完这个大方向还是没有办法去做进一步的判断 真的不知道说这个运动我能不能做 该不该做 适不适合我做 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就会建议找一个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一样他可以是专门的提示能老师 身心动作教育老师 运动物理治疗师都OK 找一个专家然后让他带着你 告诉你说什么可以做 该怎么做 然后发展出一个属于你自己 适合你现阶段的一个运动计划 我觉得这是对于照顾身体来讲 会是一个蛮好的做法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人医师 就是有学问到他有足膜发炎造成咳嗽跟眼窝的不舒服 那他平常除了用药改善饮食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辅助去改善他这个状况 眼窝发炎是不是 对 筋膜 筋膜 筋膜发炎造成咳嗽跟眼窝不舒服 平常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 OK 所以从这个问题来看的话 这位学员似乎已经知道自己的不舒服 是由筋膜所造成的 那如果这个筋膜的问题 它不是说真的是裂伤 或者是外伤造成的挫伤 那这个筋膜不舒服的问题来源 可能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日积月累 所以这个问题会有一点回到 像刚才讲到绕疹的那个问题 如果单纯因为筋膜所造成的绕疹 或者是单纯因为筋膜老损所造成的 比如说喉咙前侧或是眼窝不舒服的话 那我们一样可以回过头来 检视自己日常生活的知识跟身体实用的方式 然后避开一些比较不利于筋膜健康的习惯 那另外比较积极的做法就是 做一些适合的筋膜的运动 然后找专家来带你做适合你的一些筋膜运动 身体的活动 还有一些训练强化这样子 对 所以大方向上应该还是这样子 好 再次谢谢杨医师精彩的演讲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远离疼痛 享有舒适的自由生活 那今天的讲座将会在YouTube持续公开播放一段时间 欢迎大家转传分享给更多亲友 同时邀请大家填写会后问卷 帮助我们持续精进讲座 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问心书院FB 掌握最新讲座及课程资讯 最后预告下一场精神医学直播讲座 是4月13号由苏毅贤心理师主讲 从此不再压力三大 忙碌生活中的减压练习 苏毅贤心理师将分享在生活中具体可行的减压方法 帮助大家找到对的方式来应对压力 请大家保留时间聆听 再次谢谢杨卓奇医师 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祝福大家平安